好了,接着做一些课题给大家看 那题目会通常怎样呢? 它说会simify 化简呢? simify 到expression,就是表示色,就是这些东西 and expect your answer with positive index 你的答案一定是正整数 如果你的答案认了负指数的话呢 譬如你就可以用这条公式 就变成正指数的了 那阿sir做一系列的课题给大家看 大家留心看着了 好了,x2次乘x5次了 就变成x2次加5次 用这条公式乘是指数加 那就变成x7次了 那旁边是这里 2,那有时候呢,不只是一指数 而是数字的,先搞一个数字 2乘4,就变成8 好了,a4次乘a2次,就是a4加2次 那就变成8a6次 好了,下一条 又先搞一个数字 3乘2就是-6 x3次乘x3次就是3加3次 就变成-6x6次 好了,-2乘以5 就变成-10 好了,再去,x4次乘x3次 就是x4加3次 就变成-10x7次了 好了,再下去 所以,就是4乘3是-12 y6次乘y2次是6加2次 所以变成-12y的8次 好了,-x,负得正嘛 x乘x不是x的,1加1次 所以变成x的2次了 好了,再下去,还有多几题的 好了,8乘8就变成64 x3次乘x3次是3加3次 那就变成64x的6次了 这里,2乘2,变成-4 a2次乘xA1次 是a2加1次 好了,b2次乘xB1次 是2加1次 所以变成-4a3次 b3次 那就变成-4 再下去,再多一会儿 再看多些例子 下面呢,就用这三条公式 来了 w11次 over w8次 那就等于w11-8 就等于w3次 好了,x6次 over x-2次等于 6-2 小心点啊 很多同学写了6-2 就错了,是6-2 那你按计算机 6-2是8来的 所以变成x的8次 这些例子要留心 再下去了 4和8弱了,就变成2分1 先写了2在这里 接下来 接下来 阿sir会教你 先写这个 x的-3 阿sir永远教你 上面的指数 减下面的指数 不要理我 有x的-3-2 那你会计算到呢 1可以不用写的 变成x的-5 over 2 那负指数呢 立刻用这条公式 这条公式 整下去 这里 负指数其实很简单 将分母 将分子 放入分母 那负指数 将分子 放入分母 那负指数 就会变成正指数 其他的东西 全部写在一起 这个 还有一个1 1 这个是2 那就做完这条公式 又是要记住这条公式 那就是这个 咦? 那么多x 慢慢做 又是y 那就是x的-3 好了 y的-4次 那变成x2次 y的-4次 这里呢 有一个答案 就变成x2次 y4次 大家教同学了 那a的-n次 就变成1 over a n 那1 over a的-n次 发生什么事呢 就变成1 over 1 an次 那就是1 除回1 over a n 除是成的 除就是成分子分母 变成a的n次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 以后要记住 一惹过了 看到1 over a 的-n次 就变成a的n次 那就化 不需要写这些步骤 所以呢 这个-4次 立刻呢 扔回分子那里 变成定指数就可以了 再下去了 再下去了 有些混合题 混合题 那这个变成a x11 2 外面有个指数4 就是2乘4变8 接下来 接下来 x11-8 就变成x3次 这个又是哦 x12 y3次 x3次 那跟着呢 这个是分母 这个是分子 今天x12-3 y3 所以变成x9 y3次了 再下去 这个呢 就是变成x6次 over x-5次 所以变成x6-5 等于x11 1 好了 这个小心哦 2a整个3次 2呢 都会有3次的 a呢 都会有3次的 2的3次 你按计数机 是8来的 所以这个法反应是8a的3次 b的3次 OK 再下去了 那 这个负不需要理会 它全部放在最外面的 就放在最外面 3 又会有2次方 x又会有2次方 所以变成-9x的2次 这个东西呢 可以与这个东西去比较 那就是-3整个2次 x2次 你会发现 按计数机括号 -3整个2次是9 和这两个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接着这个怎么办 负 负指数 就先弄去坟母先 OK 那这个东西 按计数机呢 负的单数次方呢 都是负来的 3的3次 按计数机呢 是27 那你不如可以直接按计数机 都会出了这个答案的 好不OK 那做着这个先 下一次回来 这对于QRAP Peptics 9.1再做进去 再进去 进去 清了